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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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們的台已經開了差不多一年 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們的台一直的營運費用 都是用我們的積蓄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台 都幫到你不少的話 希望你也可以幫幫忙 贊助一下我們的營運費用 在下面的 comments 旁邊就有一個位置 是Superfanks 就可以資助我們的台的營運 這次我們跟大家說的題目 就是關於我的車牌 車牌方面 大家來到英國 就一定要申請 因為如果沒有車牌的話 就基本上等於沒有了腳 我自己去年九月中的時候 已經申請了車牌 因為當時還是禁止 一直都收不到車牌 去到十二月三日的時候 就收到DVLA 就有一個E-mail 就叫我再給多一次的 Share Code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 Share Code 它就只有一個很短時間的 期限 過了期之後 它就會要求你 再給多一次的 Share Code Share Code 其實就是在你申請 那個Visa的時候 那個E-mail那裡 就可以去拿回你的Code 就證明你是有一個居留權 即是有機會 又或者是有一個 可以在英國申請車牌的 那個Right 那我十二月三日收到那個E-mail 之後呢 我當時是立即回覆了 給了一個新的Share Code 他們的 去到一月二十三日 都一直都是沒有任何消息 那我就再E-mail去問回DVLA那邊 那當時是沒有任何消息 亦都沒有回覆 那有什麼方法呢 那很多人都會說 哇 其實找不到DVLA的contact 那我就發現 是真的的 沒有方法可以找到他們 那只有四個辦法 要不就是打電話 要不就是E-mail 要不就是Web Check 要不就是寄信去問 那我在二月十六日的時候呢 就是E-mail去問 那但是剛才都說過 你呢 就是沒有辦法E-mail到他們的 那有一個方法 唯一一個方法呢 就是在他們DVLA的網頁那裡 他有一條link 鍵入去 你就可以傳E-mail給他們 你不可以透過自己的E-mailbox 例如Gmail Hotmail那些 你都是傳不到的 你一定要在他們的網頁那裡 鍵入連結 那才可以傳到E-mail去詢問他 我二月十六日呢 就問了他們一次 那就給了我的名字啦 地址啦 出生日期啦 就是告訴他們 整件事的過程 那三月九號呢 他們就回覆我了 其實都大概用了是三四個星期 他們就回覆回來 就給了一個reference number 我們 那就是說 收到我們的詢問 那就是 我們以後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用那個reference number 那我在三月二十五日呢 收到他們的回覆呢 就是說 叫我再給回個名字 地址 出生日期 所以我就剛才跟大家說 你在第一個email的時候 就應該給了這些資料 那他們就會比較快 可以回覆你的了 那之後呢 他們就說 其實收到我的申請 也都已經是寄出了 車牌給我的了 那什麼時候寄出呢 就是十二月已經寄出 但我一直都收不到 那所以呢 我呢 我就再需要打電話 跟他們說 那因為他說 如果你真的收不到 你就要親身打電話 他們才會處理 那他給了個電話號碼我 那但是呢 有很多朋友都告訴我 其實打了他 都沒有人聽 或者等很久 那我有一個小秘技 的 每一次其實打這些電話 大家都要教對的時間 什麼為止是最好的時間呢 就是他們的opening hours 之後的十五分鐘 我呢 真是百發百中的 無論你打去GP好 打去一些政府部門都好 如果他開九點的呢 記得不要九點正打 因為九點鐘呢 可能他們還未上得設工 那所以呢 又或者可能他回了工 都要去洗手間 那所以呢 比十至十五分鐘 你九點二 即是九點十分 或者九點三左右打 通常很快就會有人收到的了 如果你去到比較晚的時間 打電話去呢 很多時候呢 你都會輪候的號碼 是會很久的 就是他們因為一路 聽完一個電話才會第二個電話 所以呢 如果大家不想等太久的話呢 九點二 九點三 他們開工時間呢 就是最好的了 那有些部門呢 可能開早一點 開八點的 那所以呢 打了電話去 就跟他們說回 你是一路都收不到 那如果 你是從來都沒有收過的話呢 他們基本上呢 就是不需要有任何收費呢 就會再重新寄過一次個車牌給你的了 那很好幸運啦 我四月七號打電話給他們的 會先一個禮拜呢 我就收到我的車牌了 那但是如果你說你真的 遺失了你的車牌 就是說 你本身有車牌 但是不見了的話呢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就要打他的時候 補領呢 就要付回少許手續費的 還有提提大家 你收到車牌之後 無論如何 拍張照 卡回下你的細節 有一個牌的號碼 因為假設你不見了的時候 你有一個禮拜號碼 或者有些什麼需要的時候 那個禮拜號碼 都是很有用的 希望今次的分享 都會幫到大家 那如果真的幫到手的話呢 希望你也可以 Like一下我們的頻道 最好呢 就在Superfans那裡 贊助一下我們的營運 那多謝大家 希望你都Like Subscribe 和按下小鈴鐺 最後就參加我們的Facebook群組 遠親不如近倫 有第一手的資料 我都會在那裡和大家分享 拜拜 我都會在那裡和大家分享 兩位